对得像山一样的鸡翅 员工忙着串上竹签加紧赶工 因为下周就是中秋节了 烤肉忘记订单也跟着打包 串完鸡翅还有其他肉品要处理 有的负责处理食材 有的负责包装出货 这是高雄知名餐饮集团旗下的烧烤品牌 首都公开中央厨房 食材的制作过程 利评中秋节的烧肉礼盒订单 目前已经卖了3000多盒 那我们的订单已经成长了大概 今年大概成长了20%到30%这样子 14项的产品有腌好的牛猪鸡 也有搭配好的金针菇跟丝瓜料理 推出10人份的烧烤组合之外 也能客制化搭配 虽然今年中秋节没有廉价 但似乎不影响民众烤肉兴致 不少民众已经早早备货准备 都没有连续吃 你敢不觉得准备的食材就比较配 可惜一点 但是小孩子还是喜欢烤肉 所以还是会准备烤肉的一些食材 中秋就是要烤肉 小家庭人数不多的 婆妈们选择到传统市场的肉品摊采买 不过物价上涨 有些烤肉商品价格微幅调涨 只有甜不辣跟那个 因为它成本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稍微涨了一点点 如果有连续假日 我就是每一年会多四五十斤或五十只斤 因为今年没有连续假日 所以就是卖完就没有了 虽然美期不减 但业者被货量还是因为没有廉价受到影响 卖完就没了 还没准备好食材的民众 恐怕得早点才买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